大家好,我现在带娜娜去公立医院 坚持一下身体,如果没问题,看明天就可以坚持上学 我们准备,走 今天天气挺好的,树也很漂亮,都白下 到了医院 我们刚出来了,然后医生说,因为12月份,娜娜得了肺炎 现在就差不多好了,但是最好在家待几天 然后下午就可以上学,医生就这么说 开心吗? 娜娜还说她特别想去学校,家里无聊 这个房子我们那边出租,但是最近娜娜和她姥姥一直住在这儿 为了娜娜上学方便,然后我给她买了一个小学生桌子 给她安装一下,放这个地方 这个挺简单,我看 娜娜做一下美容 快做完呢 一会儿就去见老二 我妹妹下班了,我们家了 我们交了拜拜一会儿 一会儿去的岛了,我们就准备喝点茶 然后看个电影,就这样吧 打电影